大家好我是肉娜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又到了我们格局的时间 可是在格局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回复一下网友们 他们来一起跟我们讲说 可是可以不要再讲 这个格局是差的是不好的是烂的 你知道吗 那个格局好跟不好啊 不是我跟佳玉老师可以定的 这个好跟不好呢 是古书里面去定的 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啊 他可能不喜欢变动这么大 不喜欢不听管教的人 所以他把这个就列为不好的 可是有仔细听的网友们 应该就会知道 我跟佳玉老师其实都有在里面讲说 现在的人因为环境的多变 放到现在来说 其实就没有那么不好 我们第一个介绍 五曲贤功多手艺 贪陷地作徒仁 听起来比较辛苦 其实也没那么辛苦 我们来看一下 五曲四害功守命如杀者手艺安身 贪狼四害夹杀妖兽 听起来是真的相对辛苦啦 看一下他的解释 五曲四害功守命 四害呢这两个位置在命盘上面呢 是在四马蒂的位置上面 那在四马蒂的位置上面呢 他就是相对比较不稳定 四害位的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会有五曲跟破均同功 那对功呢会是天象星 如杀者手艺安身 这个杀呢一样是煞心的意思哦 那再加上煞忌的话 就需要手艺安身 所谓的手艺是什么 手艺安身的意思就是专业技能 哦 对 那五曲跟破均呢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其实不是相对那么好的一个组合 那财务上可能会比较不稳定 因为在四马蒂上面 那也比较容易破财啦 或者是自己不太会理财 那又在四马蒂上面 那乌曲呢他又怕煞忌 破均也怕煞 对功的天象呢也会怕化忌 那既然这样财务是不是相对就会不稳定了 那这样他有一个手艺安身 有一项专业技能来维持他的生活维生的话呢 至少可以稳稳的不用对财务有这么需要担心的问题 哦 遇到波折的时候至少有一技之长 可以让他安身立地 对所以是不是感觉上 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会相对的那么辛苦了 对 贪狼四害加煞夭兽 贪狼在四害位这个位置呢 会有莲真跟贪狼同工 那莲真心呢他当然也是怕煞忌 如果碰到煞忌的话呢就是不好 那做徒人会夭兽 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会短命的意思 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不顺遂 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会短命啦 而是说莲真跟贪狼这两颗星呢 他都会化祭 四害这个位置呢 基本上就是会有陀螺星进去 但三合内呢 如果有情羊会进去的话呢 就可能会形成羊陀夹祭 这样才讨论说他会做徒人或者是妖兽 那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说会短命哦 在这个年代啊 联摊在司马地上本来就是不稳定嘛 桃花又多欲望又高 那如果他又放了一个陀螺星在里面 他又不知道他自己该怎么选择 他会因为自己的心性的关系 而会遇到一些麻烦 遇到一些问题 那因为陀螺星我们也讲过 会让人家举棋不定 那个太郎星欲望又这么多又举棋不定 那这样的人他就觉得 哦我的人生好痛苦哦 这时候福德宫呢 如果有一只情羊走进去的时候 那他就会觉得 自己人生真的不是那么的顺遂 这边说的妖兽做徒人 其实就是这个的意思啊 他觉得我的人生不太顺遂 那我的生命当然也觉得 不是状况没有这么好啊 再加上呢陀螺星跟联真星 这两颗星呢 都是代表癌症的心药 可能身体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但是在这个年代 其实都不可以这样子看哦 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五曲星的部分 其实一方面也是说现在这个年代 你要敢拼敢冲 你才会赚得到钱啊 那古代相对单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所以五曲星那个组合 如果运线走得够好 他反而可以透过不一样的理财观念赚到钱 那联真太郎这一组呢 只要自己不要纠结 基本上也其实不会太差哦 毕竟自己带了很多的桃花 但是要注意就是不要碰到花季 因为舞珀对面天下 其实这个人不要碰到煞技的时候 做事情务实 然后外缘也还不错 连瘫的那一组更不用说 他是整个就是大桃花 就是行动桃花束在走 喂我的天啊 整体上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好 只是因为多了古人不喜欢的动荡跟波折 所以才让他们觉得 哦 这样好像很辛苦耶 哦 这样好像很不顺利耶 哦 如果网友遇到了也不要太担心哦 嗯 好 那既然讲完辛苦的格局 我们来讲一个好像没有那么辛苦的格局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哦 画路感觉听起来很美妙耶 看一下他的细节到底是什么 如舞曲开阴贪狼 画路手照命负 更加急要亦富贵 这意思是说如果舞曲开阴贪狼化路在命宫 还不错有钱 因为舞曲开阴它都是财心 那财心化路在命宫啊 命宫掌管十二宫是不是就还不错 开狼心它是欲望之心 也是一颗学习跟发展的一个心药啊 那在命宫化路的话呢 这个会因为他的学习跟发展 让他多出来了一些机会 而且是还不错的机会哦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错的 更加急要亦富贵 如果这个时候加急心给他的话 就更好更富贵了 确实听起来很美妙 但是他又写在成丑未虚四公 虽化吉无用 他的意思说即便在成丑未虚这四个公位 有吉星也没有用 成丑未虚这四个位置呢 在我们的命盘上面又称为四目地 这个意思说如果在四目地碰到化路也没有用 但其实呢这个是古书上我们常见的他的五段的一个说法而已 四目地这个也有四库地的意思耶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呢这几颗呢放在财博宫或者是命宫的话呢 可以帮自己很容易的累积财富 可是呢放在四目地的话呢他相对是稳定的 那创造财富的力量就会比较小 这样子是不是对于钱财理财相对就是保守 没有那么爱赚钱 嗯其实也没有不好啊 某个层面来讲是不是他也反而比较留得住钱 对啊 这句话主要是对应在钱财的问题上面 所以呢主要的公位就是财博宫 如果在命宫或者是财博宫呢 就表示说这个人的个性相对稳定 那容易存得到钱 在六庆公位来讲的话呢 跟这些公位的人的缘分其实也是蛮深厚的哦 缘分深厚这件事情他也是怕杀迹的 譬如说呢 我的兄弟公太阴化露在成的位子 那表示说我跟我的母亲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 感情还不错缘分还不错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如果有杀进来的话 表示说其实我很爱他们 但是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些问题会产生 所以呢因此我们这句话 看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画露在四目的没有这么的好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意思哦 只是说没有办法发挥出好像画露会是增加出来的这个感觉 如果蕴线走的还不错的话呢 其实也不会这样的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两个格局 那如果喜欢就帮我们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拜拜啦 拜拜 利用折腾术改变命运状况 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叔 谢谢